深夜十点多高雄小港 中游大林练油厂大火狂烧 巨大火蛇直窜天际 火光冲天夹带巨大浓烟 一发不可收拾 夜空被染成橘红色 小房队水珠喷射厂房疯狂燃烧 还不断传出巨大爆炸声响 当地居民吓坏了 看到市长大喊救命 中游大林厂27号晚上 先是爆炸巨响 接着疯狂燃烧 疑似因为空气冷却气故障 导致亲戚外泄引发爆炸 强调不适人为 市府重罚五百三十万 但今年已经被罚四次 难道是罚不怕再度爆炸起火 居民仍无可认 要怎么睡 不够三点多 怕 怕 怕 又放第二次了 什么没效料 又没天良 中游你就要缺我们一个高台 跟空间就没听你在挨 没听我们吃 北城在口 都没安全 很想多汤吃 但是还要冷 离长居民气炸拉布条抗议 这是个不定时炸弹 花钱是不痛不痒 不是每次发生的花钱检讨 社会大众资钱 这是其他的 中游董事长九十度鞠躬道歉 承诺一周交出检讨报告 等确定百分百安全才会复工 只是中游频频出包开罚也没用 大林浦千村又始终卡关 现场千村都无解 让居民每天胆战心惊 记者金线中陈南山高雄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